好 这个地方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外 这程序呢有点问题 就是浏览器的大小不一样 这个左边这个距离是不一样的 我把这个不聚中算了 marget30px 不聚中算了 保存一下 六星 放到这儿来 那里左边应该是30像素 alert e的clean clean tox 看里左边的p 音量是多少 39 39 有个距离 那我们就给上30 算了给上0吧 如果这给上0的话 看会变成什么情况 点这儿 11 这还有11个像素 这个像素的计算值有点麻烦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留到后面 那这地方呢 我们就是 这呢就是11 差11个像素 那外坐标呢 应该也差11个像素 我现在测算一下这个行列 这个对不对 就拿火锅来算 哎 没有反应 这多了一个A Ctrl A 好刷新一下 11 21 好那么下的画图 好下个字 这儿跑的少了一个 找一下什么问题 这个坐标还是没有算对 这样吧 我把这程度稍微改一下 这个宽度高度 写到Canvas里边 这儿加个Style Ctrl C Ctrl V 这个DIV我不要了 可能DIV可能造成影响的 那这个算法呢 我换一种写法 也不要这个XY了 Row呢就复制于 Pulse Int E. Clint X 解去20 除以40 好 Ctrl呢一样的 Ctrl C 这呢是1.Y 解去20除以40 这一段就不要了 这个算法还比较麻烦 好那么再测算一下 这个结果对不对 Ctrl Y Ctrl 好 搞了半价 我们这个搞反了 它俩反了 这个是Ctrl 底下是Row 这个搞反了 好 再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值小个1 好像 值永远小个1 0 加个1吧 我看他 这加个1 加1 加1 好 再来一次 这样就对了 那下子的时候 我们先下一个白子 白子完了 再下一个黑子 倒一下个啊 那白子下完以后 下个黑子 我在这定一个边量 int var index 复制于0 每下一次呢 我们让index加加 这做个判断 或者我们下定一个边量 叫 is black 等于force 如果他为true的话 下黑子 is black 等于true吧 他为true的话 下黑子 那你点第一次的时候 那么做个判断 就是如果 is black 等于true的话 下个他 否则下个白子 Ctrl C 这地方我们用一个white 好 再运行一次 哎 白子我们下上 啊 这错了 下完黑子以后 应该把它改成force Ctrl X 这个呢 就是is black 复制于 force for the 那么就是 is is black 复制于 true 下完白子以后 把它改成 这个 好运行一下 黑白子 黑子 这样白子 黑子 交气了 那下完这个以后 我们应该把数组 做个更改 我们将来还要算 谁赢谁输 对不对 所以下完以后 我们要把 比如说 e为黑子 我们定义 e为黑子的话 那么就是map r row call 复制于 黑子为1 黑子为2吧 黑子为2 白子为1 Ctrl C 加上一个map 是1 这是白子 好 这样我们下 下棋搞定 啊 下棋我们就搞定了 好 这小节目 先讲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